我們來看台灣 來做一個冰淇淋 四名男子扛著叫 踩著傳統的七星步伐 身體用力的同步擺動 來彰顯神威 但仔細看 四個人不管在步伐或腳步 姿勢越來越低 象徵對神明的尊敬 金門獨有的傳統神移儀式 以示基隆 主要的目的是來輕送佛鐵 比他知道過得神中 搖牆到少有的 這個台灣姓 所謂農會四十五經 在傳播的時候 可夠金門來跟我們 來台灣到老年 所以今天在這個 基隆地区 辦一個像這個記者會 向全國選擁 我們金門的律師文化 是真正的 不只是結合了宗教活動 包括藝文活動 甚至文史活動 甚至把旅遊 都一起做結合 希望呢 我們全國的 城隍的信眾 可以一起到金門 去領悟到我們的 宗教之美 藝術之美 跟文化之美 然後金門的文化體育 非常深 我們在這個地方 要特別廣告大家 一起來金門 因為疫情 停辦兩年的基隆 迎城隍 將在農曆四月十二日 也就是國立五月底 在金門舞蹈城隍廟聖大舉行 舞蹈城隍爺 特別乘坐全台唯一的 神界Disco 碾教跨海來台 邀請全台各縣市的城隍廟 共襄盛舉 金門城隍廟呢 歷屬悠久了 已經有一千多年了 那到舞蹈來說也有343人 所以說每年的這個 迎城隍都非常非常盛大 因為政府能夠說 把所有的機關團體都放假 大家一起來迎城隍 可見他的規模數相當大 所以說僅處於台灣迎馬祖 所以說金門迎城隍 可以說所有的散展信領 都非常虔誠的來祝賀 每年的4月12號 這也是疫情解封之後 第一次城隍大會師 活動規模之大 主辦單位也提早一個月 開始準備 希望可以吸引信徒 造訪金門 感受到台灣的宗教文化魅力 記者黃少民 基隆報導